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地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T VPN 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T 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 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自伏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 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 訂購兩年,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 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 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中國大陸做了一個新的立法 就是愛國主義教育立法 不少官員馬上跟風 即使它不會成為香港的法律 不會放在基本法附件3 特區政府都會對接 即是跟足 因為這個立法的內容 就是針對港澳台同胞的其中一欄 跟足這樣做 香港的新生學子也好 或者是公營部門 公務員系統等等 都是會接這件事 對接,會接 究竟洗腦的成份有多重呢 多噁心呢 大家自己拭目以待 香港唯一一個人大常委 被李慧琼不停為這件事解話 他有說法是說現在正在審議 他說港人對執政黨 都還是陌生的 在這方面是要認識的 執政黨什麼執政黨 共產黨就是共產黨 全國只有一個 執政黨而已 千秋萬代 說什麼執政黨好像有在野黨 真是廢話 他說建議在不影響軍營的情況下 開放昂泉州駐港部隊 展覽中心給公眾 給學生去參觀 認識駐港部隊運作 了解國家 執政黨的歷史 終長期爭取成立中共展覽館 接著 他說推行外國主義 其實就是天經地二 理所當然的 現在回歸了26年了 其實早前的外國主義 推動得比較慢 是的 777、689 董建華 蔡英權那些 為什麼不推動多些外國主義呢 因為一國兩制嘛 你跟大陸一模一樣 那怎樣一國兩制 怎樣國際金融中心 今天就 剝了個皮 剝了個面皮 撕破了個面皮 大家一模一樣 2019年之後 急起直追 希望特區在 人大落實法例之後 可以有相應的措施 你不用想是一定有的 然後他就這樣說 他說 年輕人要多些回去 令到年輕人就有發自內心地愛國 那麼特區政府就是要跟內地加強溝通 推出更多回到內地 交流的便利措施 年輕人要親身看到內地的發展 以及內地的同學和朋友交流 就可以了解國家過去幾十年的發展 怎樣 從被欺凌 一窮二白走到現在 份外感到珍惜 愛國之情就會 猶然而生 真的嗎 李維琪 我不知道你的 你有沒有小朋友 我不知道 你的小朋友會不會回去大陸去參觀 跟內地的朋友交流 然後就猶然而生 據我了解 就是 無論香港的公務員 回去大陸交流 或者中小學生 回去大陸交流的時候 每一次交流 都會 都會有些 愛國之情 猶然而生 就說不上 都有些不開心的 就是看到大陸的情況 而且 早前 現在可能不敢了 早前 文說 回去大陸交流 大陸那些 同學 在關門的時候 沒有這個老師在場的時候 吐很多怨氣 除了想認識香港的情況 講 香港多一點的真實 了解多一點 發生什麼事 說給他們之外 有很多大陸的不好的事 都會告訴香港的同學 會不會愛國之情 猶然而生 你說 還是 不要說這些交流 不要私下交流 一定要有導師在場 盯著 只能夠報喜不報憂 不知道是不是猶然而生 這四個字 令到香港的官員 都愛國之情 猶然而生 看到 公務員回去大陸交流 是很普遍的 以前也有的 有時會跟大陸那些 港課的幹部有些辯論 就會說說六四 說說維權人士 今天當然沒有這支歌仔唱 你夠膽辯論 IQ了你 是不是 局長 公務員事務局局長 楊何培恩 就帶著一班公務員 主要都是 我看完都是AO來 就訪問大陸 六日 國情班 去各個部門那裡談 見港澳辦的領導人 有21個政策局的常備 和部門首長 參與人數是五年最多 這些主要都是AO來 然後 中國共產黨黨史展覽館 楊何培恩 深受感動 有22個高官包括什麼人 數數 除了 局長楊何培恩 這位AO之外 還有 特首辦的常備 鄭忠偉 保安局常備 李伯泉 李伯泉 曾經做過 香港電台 台長 廣播處長 就是他一手掐死 或者打爛香港電台的招牌 商務及經濟發展局的常備 李敏貞 穿衣 很精彩的 很有趣 找他出來 找不到 為何要找他穿什麼衣服 因為這次很特色 穿衣服 稍後再詳細說 民政及精靈事務局常備 林雪麗 教育局常備 這個李美常 李美常 又是 令到這個香港 教育 淪陷那個 文化及體育局常備 旅遊體育局常備 王志祖 和 廣播處長張國才 又是廣播處長 去這個中共黨史參觀 兩個半小時深受感動 就拍照 這個 社交平台發佈 就是 站在習近平的巨幅畫像面前 呈三款款 猶如聆聽分事 在鐵文說 認識中國共產黨的歷史 有助了解國家不同時期的發展 對融入國家的發展方向 十分重要 會銘記習近平的兩句話 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人的長征路 每一代人都要走好自己的長征路 會為其動力 應對 成為動力 應對未來的挑戰 在北京之前向傳媒表示 參觀了中共黨史館 看到無數 無數無命英雄在過去100年建設一個富強的國家而作出的犧牲 形容他們 深受感動 就有很多其他的照片 國程班之外 還有看看其他的 國家安全 載人飛船 航天工程 中國現代化 重點不是這個 重點是他們把照片 站在國家行政學院的backdrop前面 大家就站得很直 拍一張照 厲害了 男的 就帶著紅色的靈體 OK 女的 就全部有紅色的靈巾 好像什麼 那條靈巾呢 如果你不說的話就可能大家會覺得這少仙隊 就好像少仙隊 穿著這個 戴著這個紅色的靈巾 紅色的靈巾 大家就站得很直 在這個國家行政學院 這個前面拍一張照 那種那種擦鞋 噗噗的情況 覺得很難 這種要表忠 帶著紅領巾來表忠 你看得到 他們 也有很多副照 他們上課全部都帶著紅領巾 向傳媒說 未來會安排不同層級的公務員參加國程班 大家不要 以為可以走得雞 會鼓勵那個部門按著本身的專業範疇和大陸 和中國進行這個交流和研討 已經成立了一年半的公務員學院會注重培養公務員 忠於國家 忠於特區政府 繼續加強培養公務員這方面的心態 以及對國家發展 以及重要政策的形式 OK 這班都是AO 這班AO不是2019年才入職 是很遠就已經入職了 不少人是很資深的 其實簡單來說是 飲港英奶水長大的一班資深的AO 如果不是上不了局長這個位 雖然局長很多都是政治任命 未必全部都是AO 常備都是AO 上不了那麼高的位 在政府裡面都很長的時間 即使 即使 年資比較淺的 都相信是97年前入職 不然不會錯到那個位 大家都是論資排輩 很多人都 退休就退休了 有些是時間行人 有些是提早退休了 剩下來的人 好像我一些AO的朋友說 今時今日 無論是在 689年代 777年代 又或者現在 即是完善了的選舉機制 完善了的 由亂入 自由 及興利的年代 繼續留在政府裡面做AO 可能會說得盡點 他就會問 誰還會是好人 沒有一個好人 都是 助就違約的一班人 不單是助就違約 你默默地 繼續執行政府的政策 譬如有些人進去做官 會這樣說 我不是跟特首打工的 我是跟局長打工的局長 如果是做得好 就是以前 那個局長是我 敬佩的人 我為他服務 為香港市民 服務 我不是政治人物 我只不過 是 做這個所謂公共行政的人 所以他不覺得 自己 做的工作 跟政治有什麼關係 縱使 那個特首 做很多倒行逆施的事 都未必跟他有關係 他可以置身事外 當然他會這樣想 他這樣想我覺得 他就相當幼稚 從這個角度來看 但是今天的AO 已經不是昔日的 不是昔日的官員 我默默做自己的政策 繁草的事就行了 但是今天 已經去了一個 沒有不表態的自由 你看他帶著紅領巾 是不是 進去 去這個國家行政學院那裏 上他們的課 接受這個愛國主義教育 即是告訴大家 我是 自動 獻身 自動 表態 自動 擦鞋 不是被動的 是主動去做的 那你甘心情願做這件事 終於國家 終於特區政府了 英國人管治的時候 沒理由叫你 沒有人叫你忠於英國 當然你說 我反英的 我當然表態出來 不行 沒有人叫你不停地去說 沒有人叫你 每天對著英國國旗 哭的 沒有 你那個真的是 公共行政 真是公共行政 你做好自己的事就行了 英國人就說 你管好香港啦 不要搞出一個暴動 就OK的 沒有問題的 不是叫你 終於 向英雷黃國像鞠躬 不需要 今天呢 沒有 那你 要執行 外國主義教育 尤其是被教育局去到 他會不會變本加黎 會不會加零一呢 肯定不會回到香港 很多這些人 我覺得 令我們 心有不甘的原因 就是 這群人 都有子女 很多這些子女 都不是在香港讀書 都是在外國讀書 可能本身有居英權 居英權 應該有國籍 叫這群 上去大陸 常秘喔 常秘不需要有 撕掉外國國籍的 局長才要的 叫這二十二個高官 不如拿一拿 他的護照出來 當然他個個都有特區護照 因為他收了他的外國護照 就拿特區護照 或者回鄉政上落就可以了 回大陸的話 但是 他們根本是什麼國籍呢 我要問 這二十二個人 可不可以表態呢 第二 你的子女在哪裡讀書呢 當你自己說 忠於國家 忠於特區政府的時候 你的國籍是什麼 拿著一本什麼護照 你的小朋友 或者可能不是小朋友來的 年輕人來的 是在哪裡上大學的呢 令到人家心有不甘的就是這件事 你推人的政策 要全體的香港人 愛國 愛港 做這個愛國主義的教育 公務員要簽子 效忠特區 你也簽了 但是 是不是就等於 你真正愛國呢 你的國家 愛的國家是哪個國家呢 這個問題是永遠都要問的 你帶著紅領巾出來 是不是表示你真是忠誠於這個國家呢 如果你口袋裡面 拿著 外國護照的話 好不好表態呢 你一來不表態 別人懷疑你 那個不是雙重效忠 你一重後忠的就是那個外國 舊起床 退休 拿著不退休金 就走人 或者現在已經在海外 外國 因為他們不用申報 在外國有沒有物業的 買了樓都不定 準備了後路都不定 可笑的地方在這裏 可悲的地方 可恨的地方 都是在這裏 對白走人的地區 對白走人的地區 是 好 优优独播剂 中文字幕——Y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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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